随着12月31日的临近 各地卫视跨年演唱会之战将燃至废典 从几年前抢摊选秀节目 做独播剧 卫视间的较量空间越来越广 今年元旦夜 各大卫视在各地举行的跨年演唱会 可以说是2009年地方卫视之间的一次终极较量 湖南 东方 江苏 深圳 云南 究竟最终谁知牛耳 现在仍是一个谜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12月31日当晚 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手握遥控器转台 看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的盛况 必将是一件颇为辛苦的体力活 因为我觉得跨年这个东西 对于中国人来说 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感觉 反正这几年吧 然后因为以前就是过新年吧 感觉 现在是一个跨年 感觉阳气好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包装上 非常成功的一个概念 然后本身能够在这个 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 一个是春节一个跨年 我觉得像跨年演唱会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多人一起去庆祝 去过 然后去倒数 对 我觉得跟春节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追溯华语地区跨年演唱会的起源 还要从中国台湾说起 80年代初期 随着台湾艺能界发展的逐步完善和壮大 涌现出一批偶像团体和实力歌手 1986年12月31日晚 在台北中华体育馆 第一次聚集了当时最火的十余位歌手 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跨年演唱会 张爱佳 陈书画 齐玉 潘岳云 李宗盛 跟刚刚闯出名号的周华健 黄运灵等轮番上场 那一晚的主题是快乐天堂 虽然没有完美的舞美灯光 没有华丽的造型服装 但是那一夜 所有在台北中华体育馆内的人都沸腾了 跨年演唱会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从此以后 在台湾岛内 每逢12月31号 各地区的跨年演唱会蜂拥而至 已经成为老百姓欢度元旦 必不可少的一道丰盛的大餐 时隔19年 2005年 已经打造两届超级女生的湖南电视台 整合两届超级女生和港台 韩国等地明星 举办了快乐中国跨年演唱会 掀起了内地跨年演唱会的序幕 作为国内年度顶级娱乐盛事 汇聚了众多歌迷巧手以盼的巨星 爆发了所有人想与明星跨年倒数的心愿 湖南台也由此奠定了国内娱乐品牌的第一把交椅 因为跨年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湖南温室本身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带有这种符号的标志的 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活动 就像我快乐女生 跨年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 一批到这些大家都会想起湖南卫视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在湖南卫视之后 各个卫视发现了跨年演唱会 能够带来巨大的商机之余 还在树立卫视品牌上起到积极作用 于是开始在跨年演唱会上做起文章 发展到2009年元旦 跨年演唱会具阵出具规模 湖南 江苏 东方 三家卫视 在当晚同时举行跨年演唱会 令人目不暇接 尤其是江苏卫视 一军突起 用强大的明星阵容 精良的制作班底 在2009年的跨年夜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也为自己之后一年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在今年元旦来临之际 跨年演唱会再次封烟四起 更多的卫视加固了这场熬战 形成前所未有的跨年新气象 各卫视看点揭秘 湖南卫视 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地点深圳世界之窗 作为年底的收官之作 连续五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都以豪华的明星阵容 精美的舞台设计 火热的现场气氛 在跨年夜带观众狂欢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0年跨年演唱会 遭遇几家卫视挑战的湖南卫视 更是使出浑身解数 力求尽善尽美 从提前打出的预告来看 今年算是悬念颇多 看点十足 给你们一个最想不到的 快乐中国 因为往年我们的收视率 都是我们今年 在整个就是说 有几个创新的亮点 一个呢是这个主持群方面 我们 谢谢大家